这个运用杠杆它里面提到的三种杠杆 第一个呢叫做劳动力杠杆 就是买别人的时间让他们为你工作 叫老板吗 对就很像老板啊 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想要外包一个工作 假设呢你有一万块 但你外包给别人做这份工作只需要五千块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说你可以从中间赚这五千块 等于说买别人的时间让他们为你工作 OK这是劳动力杠杆 那第二个呢他讲到的是资本杠杆 就是用钱生钱 像很多银行家什么的他们会用钱去生钱 这叫资本杠杆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最喜欢在现在这个社会 他最喜欢的是第三种杠杆 叫做呢复制编辑成本为零的杠杆 就是例如说像是你写程式啊 还是说像写一本书做自媒体 这些就是复制成本为零的杠杆 OK 例如说你一本书你只要出完了 他现在一直再版再版你就可以一直拿投费 这个很像是我们几年前在讲自媒体的时候 就是说至少你的观看次数是不会倒退的 订阅人数可能会下降 是不是会订阅 但是影片的观看次数是不会下降的 那那个东西就是做出来之后你就放着 有人看也好没人看也好 说真的你后续不用基本上几乎不用额外的成本去做维护 或者那书也是一样 你出一本书 反正最多就是卖不出去 对就这样 那你不后续其实你不会再付出什么太多额外的成本 比如说有些作者就是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想到什么 再出了一个增订版 增修版然后又重新再出版一次诱人版 像那个文革的书就常常这样 再版增订版新版全新版 就隐藏版什么的之类的 那写程式也是一个APP上架到那个 不管是Apple Store 还是那个Google Play上面 反正有人下载有人付费就可以 没人下载没人付费 你也就是花了一次 所以对这个其实在这几年就是很多所谓的知识变现 这个陈主委的知识变现是蛮盛行的 即便一直到现在 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前面你提到的第一个就是 你有没有累积你自己的财富 财富就是睡觉还能赚钱的东西 那就是把你的知识跟经验变成一个商品 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 然后可能做出一个像是这样的 城市啊书啊或者自媒体啊 就是所谓的他中有名字叫编辑成本为零 那不停的帮你赚钱 那这个报酬率呢其实是你很难去估计 有时候就不小心就红了 真的真的有时候你不小心拍一个YouTube影片 莫名其妙本来没人看 那可能不小心被平台转载 一些演算法啊 就莫名其妙推出去推到首页去 然后就突然红或是被媒体转载 你就突然红了 然后你也红得莫名其妙 但可能就开启另外一篇天空 但前提是你要先做第一步嘛 对 你要先有才可以嘛 所以呢 纳瓦尔他最后有做一个就是 其实现在啊 已经不要再把人分为有钱人跟平穷的人 或蓝领跟白领 现在人应该是会用杠杆跟不会用杠杆的 OK 就一样嘛 就是会AI嘛 就是会用AI的人跟不会用AI的人 对没有错 OK 好 所以呢 阿基你的他有说过 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跟一个杠杆 我就可以把地球移动 就像我刚刚前面放的那张图片 但纳瓦尔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 只要你可以找到你的人身支点 跟你的能力杠杆 你可以撼动你接下来的整个未来 所以呢 这个是财富秘密二